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ulie 中文名字张淑青 黄渡电器的创办人 大家都叫我说是电器达人 电器女王Julie 可是呢 其实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喜欢工作 爱好工作 然后呢 在工作之以外 不忘休闲的小女生 OK 好的 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就是说小故事 其实我刚刚到美国 1983年是我第一次来美国 那一次是真的是挺好玩的 抱着喜悦的心 想要来这边创一下事业 首先讲Julie的家里 是在台湾电器世家 所以当然爸爸妈妈 希望我从事电器的 延续他们的这个 business 可是呢 我又比较好强 我就想不要 刚刚好呢 朋友呢 有纺织工厂 我就想来做一些不一样的 不是不错吗 所以说从台湾带了好多那个 台湾是真的 Garman做得很棒 他的设计各方面 我都看着就喜欢 所以我就开开心心的 准备了两大箱 拎了就回美国 那时候真的很天真 什么都没想到 就静观了 结果官员问我说 Do you have a quota? You're a Garment? You need a quota? 我说什么是koda? 结果还算感觉自己很精灵 就回答他说 我没有koda 我这个不是要for sale的 我这些都是样品 所以我并没有准备koda Is that ok? 他说哦 没有koda 是样品 那当然就是非卖品 来把你的箱子全部打开 我打开箱子以后 两箱子的样品 漂漂亮亮的 的这个针织的衣服 他把我每一个拿来 一个一个一个剪了 背后前面一个一个剪了 这么大的洞 Oh my God 他真的好狠心 我回去以后 是真的坐在那边欲哭无泪 心里真的是很难过 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跟爸爸诉苦 结果老人家说了一句话 我也觉得真的是有智慧 开了我的智慧 他说Julie 他是你的贵人 你要谢谢他 我说啊 为什么 那这个当然是几十年以后 黄都已经做了还不错的时候 我在跟爸爸讲到这个小故事 他说你想想看 当时没有碰到他 你决定是把这两箱的衣服 带回美国 你要干嘛 我说我就去Swami买 他说是 当你进了Swami以后 就没有今天的你了 这个是爸爸跟我讲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蛮有趣的故事 那么同时呢 我刚刚有讲到 Julie也是工作完以后 我还是喜欢一些休闲 因为有人说 你是强人 你怎么可以工作 工作一天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每次看到你 还是很开心 精神意义的 为什么 那我告诉你说 因为我有很好的habit 其实要谢谢妈妈哦 妈妈是带我进舞蹈圈的一个 一个我的 怎么说呢 她说 小朋友 你怎么每天这样工作 真的没有意思 妈妈带你去 你应该要有一个 舞蹈的休闲的娱乐 所以她就带我呢 去开始找到最好的名师 学习舞蹈 那因为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 我确实呢 武艺也非常的精进 就是还曾经有一次呢 在台湾小巨蛋哦 参加这个亚裔的这个比赛 Tango拿第四名 Quickstep拿第三名 我也觉得是蛮高兴的 而且我第一次 很奇怪哦 我老师带我参加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比赛 我就拿了第一名冠军 结果后来我回去我好高兴 我不是炫耀 我只是分享我的喜悦 结果我另外一个同学 有一点小小的嫉妒 她就告诉我说 Juli你知道你为什么拿第一名吗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那天 你们这场比赛 只有你一个人报名 好惨 好了 我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工作不忘娱乐